Hello, 各位, 大家好 现在要介绍的是, 乌克莉莉右手拨弦的方式 那由于这个乐器, 其实还蛮自由的 所以右手, 其实 基本上你只要弹得好, 没有人会说你不对 那我在这边介绍一些 比较常用, 而且比较实用的弹法 那第一个方式很简单, 用你的食指往下拨 那我们在右手弹的时候 最好都保持很轻松 从你的手背到手腕到手指 都是很轻松的方式的摆动 那你可以在一弦去做 四拍欢迎弦的动作 比如说是 这是右手 那还有一种可以用拇指拨 拇指在拨的时候会比较 声音会来得比较柔和一点 好 好 那 我们可以把食指做一个来回 这样这样这样 好,这样速度可以快一点 好 好 它也是这样 好,那我们在刷的时候一样也是 只是 它的弦带到的是 比较多条弦 好,比如说 拇指 来回 好,那在弹奏上面就会比较好听了 好 当然也可以使用pick pick 但声音会来得更清澈一点 好,这大概就是乌克莉莉右手的弹方